南韩青龍影帝劉雅仁先前到法院說明時 沿路遭路人砸鈔票大罵 因為吸毒引發爭議 但經過調查發現 他不只涉嫌染毒 還逼迫朋友吸大麻遭到法辦 根據韓媒公開的起訴書內容 提到劉雅仁當時跟兩名朋友 在洛杉磯下榻處吸食大麻 被另一名友人撞見 劉雅仁當場很不滿 也擔心事情曝光影響形象 不僅慫恿還親自教學募集有人加入 3月他首度在鏡頭前致歉 整個人瘦了一圈 南韓法界透露劉雅仁早已染毒 2020年9月起就跑了14間醫院 共注射181次9.6公升的牛奶針 2021年5月到隔年8月 更假接父親和姐姐的身份 非法得手安眠藥處方前40多次 盜領超過一千零一十顆管制藥品 還跟藝術家南密友在美國 吸食骨科檢 大麻等毒品 甚至企圖延滅證據 幫助南密友逃往海外 串供法官繼5月之後 梁杜駁回羈押申請 劉雅仁也持續接受調查中 比起過去的影帝光環 如今不僅看起來憔悴不堪 更讓粉絲失望透頂 華視新聞許介陳青順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